來 各位同學 我們這個今天是第六中 上課的時候 尤其我們這學生好幾次 都是留請外面的課奏講師來演講 那演講的時候都很捨不得 人早來了就要好好的讓他發揮 所以比較留給各位同學 就是我們討論的機會比較少 包括我們第三小時的討論課 就是一個演講的延續 然後那我也會希望說 這些演講不要太是單方面的一個演講 所以我會稍微同學 第一次陳昭老師來演講的時候 我會很刻意的把它變得比較常的對話 那第二次關大維老師的演講的時候 好像就變成一個習慣 就是大家就是變得我 好像我在問問題 當然有李惠惠也問問題 就覺得有點可惜 所以我現在就是提醒我自己 提醒各位說我們再來調整一下 之後就不要 我不問那麼多 然後請各位 事情你們文章都讀了嗎 你們就準備一下下一次的提問 所以我們下個 這個禮拜跟下個禮拜也一樣 都是一個單元 第一個禮拜我們自己來就著 閱讀的資料 我們熟悉一下這個相關的議題 怎麼看這個事情目前發展怎麼樣 我們下個禮拜會有聯繫一位客座獎者 我們下禮拜的這一位叫夏林明 他是在台東大學非常去發展研究所很久的時間 原來的背景是地理學的 就是人文地理方面 那他近年在東海岸這邊做大概有十五個地方 他就比較長期的一個參與 那有的是漢人的 有的是原住民破落的 那他會下次來演講說他會針對 這幾個原住民破落的例子 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會跟他以前的角度非常不一樣 他用一個社會創新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知道東台灣這幾年有非常大的一個變化 基本上是正面的 那很多是部落自己非常主動在做的事情 這個力量怎麼出來的 做到什麼地方 怎麼做到的 所以他會幫我們講這一些 那我們今天這兩個 這兩週的主題跟上兩週的主題 其實還蠻不容易拆開 我這個標題錯了 用我那個課程趙剛的標題 應該中間有個冒號 不是冒號 分號 不是 頓號 分號 應該是生態原文與經濟 那這個 那可能是生態文化 或者是生態經濟 生態文化比方說 就比較像我們前面兩個禮拜的情況 就生態知識 原住民族的生態知識 另外一個也可能他是生態經濟 生態經濟怎麼表現 是生態觀光 ecotourism 那也可能是文化與經濟 這怎麼表現 這就是我們說的cultural industry 文化產業 或者是文化觀光 所以這幾個 那當然文化觀光加生態觀光 可以放在一起 一個地方我們說以空間為主 一個地方他的經濟發展型態 另外他是一個觀光 因為錢在外面 從外面把人帶來 變成跟外面的接觸的形式 變成一個可以帶入收入的一種方法 所以我們可以結合這個空間的條件 這就是生態觀光 可以結合原來的一個 許多的文化概念 一些文化的實踐 我們說他是一個文化觀光 我們可以在一個地方同時做這兩者 我們不會是提出一個完整的 一個系統性的介紹 而是說有一些議題 這一些全台灣的原住民的部落 會碰到的一些議題 生態觀光成功嗎 生態觀光怎麼樣 我們可以讓這個機會 是一個成功的一個例子 那文化觀光的情況又是什麼 文化產業的機會是什麼 那上禮拜觀老師講的 他的演講 跟我們用的他的文章 集中在石門水谷積水區 這一些太亞族的表現 他特別的重點 我們用的是他的生態知識 那這一方面 太亞族在上面 並不是只是環境放在那邊 他人在那邊生活而已 他的生活也有跟生計活動 必須要有相關 所以他是藉著他主要 他的研究的 我們看到的一個比較重要部分 尤其他的演講裡面 講的是農耕 另外一個是魚撈 魚撈他的 他把魚撈放的是一個 好像一種傳統裡面 跟環境跟河流產生關係的一個動作 就是我魚撈 我怎麼在身上打獵 打獵講的其實非常少 主要是魚撈 對於河流 對於河流資源的認識 農耕是在他的演講 他在2014年的一篇會議論文 就是崩塌的這個問題 所以他講農耕 就是意思 也就是對於他 對於太亞族在脊髓區的農耕的細節 他怎麼農耕 他怎麼用這塊地 他是利用方法 他種栽培什麼 他怎麼用這個土地 我們說山坡地 第五集 第六集 怎麼用這種好像不太理想的地 然後實際上從他後來 他們空造圖的分析 並不是造成崩塌的原因 是別人造成崩塌 主要是公共工程 那所以我們看到 這邊有一些是跟農耕知識 土地利用的方式有一些關係 那我們今天要談的部分 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跟上禮拜主 也會有一些些的銜接 因為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這個地方 這個環境的生態知識 生態知識在Eco Tourism裡面 原來是應該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 所以我們今天會用的 我們今天會比較談的幾篇 我把夏宇月爾拜的一篇文章也帶進來 所以我主要是借了兩篇 一篇富山潭的禁魚區 富山禁魚區還有蘭嶼禁魚的 一個跟漁業比較有關的 其實很難說漁業 跟古漁有關的一篇文章 然後另外兩篇是富君的兩篇文章 一篇是1996還是1997 另外一篇是2010年的文章 2010年的文章是我們的延伸閱讀 我就把它一起介紹了 因為這樣對於狩獵的看法 可能希望是稍微完整一點 然後另外是下禮拜 原來預定在下禮拜的影片 是談文化產業 那文化產業稍微跟這邁路 有一點點不一樣 可是跟我們的 如果我們把Eco Tourism跟Culture Tourism 放在一起的話 可以看看尤其它的文化創意 文化產業這篇文章 它比較的是兩個悲南族的部落 一個是卡大蒂布 一個是南亡 卡大蒂布就在資本這邊 它發展觀光的機會 是不是非常多 它的規劃上是什麼 它自己在這個定位上 它的文化跟產業發展的脈絡是什麼 是觀光還是什麼其他的 然後後來做到目前的發展情況 這2014的文章 目前發展情況如何 我們就等於說文化觀光跟生態觀光 作為生技活動 作為經濟活動 有一些什麼樣議題 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 那我們從漁業跟狩獵來看一下 這裡面大概有一些相似的問題 一個就是 所以我們也許 我今天的作法 我先請問一下 不管讀了幾篇 就是實際上是讀了 或者略讀過這個文章麻煩舉一下 不管哪一篇 只要這兩個禮拜 OK 感謝 謝謝 所以我今天想稍微也許試著 另外一個作法 如果我先把議題介紹出來 是什麼議題 然後大家已經讀了文章 或者聽著 等一下我還是會提一下文章的細節 那我相信大家對於這個議題 都有一些嘗試的熟悉 那我們就可以先來想 就自己已經知道 先來想這些議題 要怎麼看待這些議題 這是非常經典的 一個就是說 環境保育跟文化發展 它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 是衝突嗎 我們常常看到的衝突 是衝突嗎 還是說是並行的 什麼時候我們發現它是一個衝突的情況 什麼時候是一個並行的 可以並存的一種關係 另外一個就是說 在部落裡面來說 生態觀光是不是一種經濟發展的出路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不必牽出去 我不必到外面找工作 結果我人在這邊 地方只有它的特點 我把地方的特點怎麼樣介紹給別人 讓別人知道 Eco Tourism 這是很多部落希望可以做得到的 另外一個 以這個漁業這一篇文章來講 它碰到的 它談的是兩個Cases 當然情況非常特別 其實北南這篇文章也有類似的情況 我們之前常常讀到的一些文章 好像環境比較單純 原住民就是原住民 部落就是部落 當然其實沒有這麼簡單 一個部落常常 一個聚落 一個村莊 常常是好幾個地方 在日本時代或者高峰 或者是我們遷徙過來的 所以它到底是一個部落還是幾個部落 其實地方現在的概念是什麼 那我們今天看到的文化產業 在跟漁業的文章 他就比較赤裸裸的提出來說 他講的例子就剛好都是多元族群的一個情境 所以當我們在講 我們上禮拜 上上禮拜在介紹生態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們從延續說原住民族 原住民傳統就是Indigenous Knowledge 有人用IK號 或者說TDK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就是有不同的用法 可是另外還有人用Local Knowledge 在地知識 我們知道當你要講到生態 講到環境的時候 這個當然必須是在地的 可是在地的是那個環境還是那個人 在地的人 在地是一套知識還是幾套知識 所以我們這邊要講到說 當它是一個多元族群的情境的時候 這個不同的人跟環境的關係不一樣 不同的人 他的環境利用形式不一樣 他的環境知識是不一樣的 在這種情況下環境對他們的意義是不同的 那我們就會看到當你帶進保育的議題的時候 或者因為保育的議題 或者保育的運動力量進來 他對於環境有不同的詮釋 他對這個聚落內的不同人群 會有不一樣力道的衝擊 好 那這個就是 其實講的就是富山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接著要問的 回應剛剛 因為大家 我們其實住在同樣的一個聚落裡面 我們說locality 空間上我們共有一個空間 可是我們在這空間裡面 我們跟這個環境 因為我們的文化背景 或者因為我們的階級 我們的經濟條件 我們跟這個環境互動的機會是不一樣的 或者互動的形式不一樣 所以現在就要問是誰來說 什麼是生態保育的行動 什麼不是 什麼樣的一個跟環境互動的方式 是有保育效果的 或者說對於環境是一種損害 誰來界定 這是一個定義的問題 所以我們知道班上 我們也有生科背景的 有動科背景的 也有一些生命科學學院的同學 所以我相信 我不能說我相信 所以我也許待會兒 我們有機會 請不同學科背景的同學 可以幫我們談一下 我們就從學科來說 不同學科怎麼看待這個事情 就是說我們以為是非常科學的認定 什麼是合乎生態保育呢 是不是真的這麼清楚 還是說它有一個彈性 這個彈性在哪裡 為什麼有時候有彈性 有時候不見得有 或者你們所知道的生態保育 什麼情況下會有一些 可以有不同的界定 我不希望大家壓力太大 或者希望你們講話 因為我們是通識科 我們希望不同學科背景 可以進來幫助我們 釐清一些議題 所以我 可不可以有生命科學院的同學 幫忙介紹我們一下 我們這邊沒有矛頭 我們只是要把學科帶起來 介紹一下你們所認定的 生態保育是什麼 或者有保育社的同學 都可以 我其實對於學科分類已經很陌生了 都不知道什麼學科應該比較會談到生態學 還沒修 你們平常也講過吧 或者你覺得你大一系上通常會有導論 就是導論課程 就全部都碰一點點 就是給我們一點點 因為其實我們今天文章有標準答案的 我沒有要重追猛打 現在給我們一點 因為其實我們今天文章有一次有標準 有標準答案的 有標準答案的 不知道怎麼樣 嗯 就 就是目前我們上課 就目前我們 因為我是混同系的 就是目前我們上課 我們學到的保育的 的訊息是自然資源是 因為是昆蟲嘛 就我們常會問到一個問題說 我們為什麼可以採用本 那為什麼可以去抓牆 那這些蟲是可以利用的 就是教授給我們的答案是 這些蟲是可以抓的 因為抓蟲並不是造成 昆蟲滅絕的原因 因為你即使抓臉隻 昆蟲的生產速度 絕對會遠超於你 遠超於你抓的速度 但是為什麼會有蟲滅絕 那主要是因為環天破壞 所以如果就昆蟲系的 角度去看的話 我們會比較把 就是如果要去保育昆蟲的話 生態保育昆蟲的話 那我們會把重點 放在環境上的保護 而不是只是去限制人 可不可以去抓 或是怎麼樣 因為真正去 承載那麼多昆蟲數量的 是環境 那你單純人為骨抓的話 那那個破壞力 是非常維護其微的 但是如果你是 直接破壞環境的話 那個承載昆蟲 生長或是複輸的那個力量 就沒有 然後那個 對於昆蟲的傷害才是最大的 就是舊蟲系的角度是這樣 這是一個非常清楚的一個例子 然後而且跟 而且直接 直接用的就是昆蟲的例子 那就非常清楚 當然我們就會來想說 那魚 捕魚呢 或者說狩獵呢 這個 我們有沒有一個清楚的一個 一些材料可以支撐 比方人為的人力的捕捉 或者說是環境的破壞 有沒有這樣子的一些論述 有沒有 都沒有嗎 愛情 要不要跑過來 抬這裡大聲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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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剛剛那個同學說的 也是沒錯啦 就是我們在講那個生態學 在講生態保育的時候 的確是 棲地的一個破壞 那可能包含是棲地 反正的一個 烈化 那些污染啊 或是一些 比如說棲地的破碎 就是你可能在一個 動物會跑來跑去 一定要你從那裡 卡開一條道路 像這種東西的話 我們是就是比較像是一些 奇異魔法這一類的 那 昆蟲的部分是這樣子啦 就是如果說是像是 哺乳類這類的 就是平常可能 狩獵 會狩獵到東西的話 那 因為他們要去 還原下一代的話 它需要時間 那所以說在一些 比較 比較大型的動物啊 比如說什麼 黑熊啊 還有就是 最近在 就是 像我們在看圖照 看到什麼 熊鷹啊 之類的 像有些動物它其實 在環下來 但那個速度很慢 而且它對於 氣地的那個要求 是比較高的 所以說 在這種狀態下 有一些特定的物種 其實狩獵會造成 一定程度的壓力 嗯 嗯 是這樣子 謝謝 你要補充嗎 接下來好了 等一下 好 所以 剛剛就講了說 我們一般的 印象 比方狩獵通常 是會承擔 這樣子的一個壓力 齁 一種 一種 名聲啦 那剛剛就講了很清楚 這跟物種有關 就是它繁殖時期 成熟時 時期拉得比較長的 某一些物種 然後它是壓力 那當然我們當然可以說 我現在只是把這個話 把這個議題先打開來 當然我們會問 那這個壓力跟氣力破壞 氣力破壞就像上次講的 脊髓區農耕的問題 農耕跟公共工程問題 其實我們發現 往往公共工程有很重要的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變動環境的一個因素 其中這個環境當然也就包括氣力 所以我們當然可以把一些條件 比較放在一起來比較 氣力的破壞 然後什麼原因造成的破壞 還有狩獵造成相當的壓力 這個有沒有辦法 應該有一個 這幾個主要的因素 放在一起來 評量說到這些比重 對於哪一些物種 它的比重是什麼樣的一個表現 而不是說用一個很籠統的 一個概括的一個想法 不太適用 那所以我們今天會帶進來的議題 就是會碰到一些說這個環境 這個環境裡面其實是有不同的人 在共同使用這個環境 所以當我們在講保育的時候 它對不同的人產生的效應是不一樣的 那當然我們會可以再回過頭 跟我們上一個單元的討論 可以再連起來 也可以說 那我們所謂的local knowledge 在地知識是誰的知識 如果說我們對跟著環境 我們不同人群的環境利用方式不一樣 我們跟環境的互動是不同的 那這個整個 可是環境在那邊 那我們整體的地方的環境知識 到底是什麼 就是我們今天的文章 就等於說 因為同一個空間沒有不同的人群 我們就讓這個議題 變得再複雜一點 都加了一個因子 我們看一下 靖玲玲老師的這一篇文章 我覺得這篇文章不不錯 不簡單 一方面我們很少有文章談漁業 談捕拉活動 那這一篇文章 他談了兩個例子 一個是富山的事情 一個是蘭嶼的事情 我後來就上網去找一下 富山淨漁區一直到2014年 今年7月份的海季的時候 仍然就是圓民潭吧 圓民潭還有一些就是 其實那片段我們今天有抓上來 等一下我給同學看 另外一個是蘭嶼禁漁 蘭嶼是禁漁 這個我記得他剛出現 大概是2009的時候 剛剛出現這個議題的時候 在報紙上看到過幾次 主要是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東港的漁民 所以他到蘭嶼這邊來補飛魚 然後他的船啊什麼量 整個是讓蘭嶼的居民 會覺得他的儀式用的 飛魚可能會受到威脅 整個產量就減少 然後萬一有一天少到 他們不能進行飛魚 或者影響到飛魚去的意義的話 就對導悟人會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所以牽涉到這個事情的協調的兩方 是 臺東縣政府跟屏東縣政府 最後都有做一些安排 那比較有意思來說 第一個 就這邊議題還蠻複雜 就是誰參與這樣的一個討論 禁魚以及被禁之後出現的一些議題 反覆磋商 後來放寬 有一些特定條件等等 到現在 2014年 富山這個例子裡面有誰參與 然後蘭嶼這個例子有誰參與 實際上有多少同學知道蘭嶼這個事情 很少 富山有多少人知道 蛤?富山也不知道 富山知道 有一些人應該知道 蘭嶼更少人知道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蘭嶼那個例子 因為飛魚對蘭嶼才太重要了 它已經不是一個商品的 它是一個一次性的一種食物 它跟蘭嶼人的關係是太多方面 是不能分開的 可是我們很少人知道 為什麼 其實這篇文章最後有講到一個比較現實的 環保運動的人在想什麼 保育動物 保育的 保育人士在想什麼 為什麼蘭嶼的事情 蘭嶼飛魚的事情 不成為運動的議題 這是非常 非常有意思的 有一點可怕的一個想法 就說這東西有沒有著力點 著力點在哪裡 著力點跟他們主要訴求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那這個作者先回顧了一些生態觀光的討論 然後他進入生態觀光 生態觀光有他的一些優點 當然也有他歷來執行上的一些問題 最典型的一個問題就是國家公園 我們都知道國家公園並不是那麼受歡迎的 那對於遊客是不錯 對於住在當地的 跟當地這個使用 原來就利用原來國家公園裡面的這個環境的人 他並不是這麼歡迎的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國家公園 往往早期的國家公園裡面 人是被丟出去的 所以當這個地方被認定成為國家公園的時候 這些居民應該不要 最理想是裡面不要有人住 如果說確實這邊這個人 你也動不了 離不開 你也沒有別的選擇 在這邊可能會限制一下當地的一些發展 那正在不同的 這種走生態觀光的人 會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那後來就出來一個 比較理想的一個做法 大家可以聽聽 因為你會 我看這個文章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跟貢館有一點像 他叫做A Stakeholder Approach Stakeholder就是厲害關心人 換句話說 這個地方要發展生態觀光 生態觀光的重點是 通常從生態的角度來看 是這個環境 那這個環境裡面 生態觀光這個環境裡面 這個環境的觀光裡面 他已經有一些居民 或者有一些人 他是怎麼樣在使用這個環境的 我們把他包括進來 他是Stakeholder 他是這個例子 這個計畫 這個發展案的一個利害關係人 我們把這些在地人納入 這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說 一個最理想的就是說 你帶入在地的利害關係的時候 這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說 你納入了在地的人 這個叫做參與式的發展 你有當地人進來 你不是補償金 不是徵收費 他是參與 這成為他生活的一部分 另外一個是說 你跟當地人 你需要當地人什麼 不是勞務而已 就像觀老師講的 不是勞務而已 你要的是當地的在地知識 可是這不是交換 是當地人 這中間是一個 共同合作的一個模式 這個講起來是 聽起來比較理想 可是實際上怎麼做 這都就是要看個別的例子 不過在發展生態觀光 包括國家公園作為一種形態 如果採用 A Stakeholder Approach 在考慮到內害關係的人 把他們納入這個發展計畫的話 他會有 他可能 他會有不同的意義 有不同的機會 所以我們再看 所以我們說 如果我們參考這樣的一個角度 這種發展方向來看 那富山村 富山這個村莊 這個村莊的在地人是誰 這個村莊 我們說阿美族的海濟受到影響 當他被化定為禁魚區的時候 可是256戶 這是2010年的資料 256戶當中有 阿美族不到40戶 就是赤銅部落那個地方 他一共有17戶 所以只有兩戶是阿美族 所以富山的在地人 如果我們說在地人是赤銅的阿美族的話 那就不到40戶 那在這個 這是一個多族群的環境 他們參與生態觀光 如果這生態觀光 因為縣政府已經劃定了 有這樣的一個限制或者一種機會 所以他的發展 他們叫做富漁區 那邊的漁就 十幾年下來這邊的漁就變得很多 就是現在那邊主要的活動就是餵漁阿 還有浮潛 當然還有導覽阿 所以參與生態觀光的動機跟角色不一樣 我們的動機是一件事情 另外一個是角色 角色就是說那在現況執行的時候 不同的人群 是大家有哪一些機會 分工上哪一些機會 是誰在擔任的 那這個人是代表人群 還是一些特別的個人 所以這一邊其實 所以我們另外來看生態觀光 或者說保育 以及保育相關的行動 我自己非常好奇 這是我另外的一個想法 就是保育論述跟保育的相關行動 它是不是資源在分配的一個機會 就像我們之前辦了一個座談會 講古樓的五年紀 就是政府文資法下來 原住民的一些無形文化資產 有機會被中央政府或縣政府認定 成為國家的或縣的文化資產 然後因為這樣它有一些經費上的方便 還有一些特殊的名望 有一些聲望 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所以你會不會 你能不能被登陸 就是你變成是說 你有機會跟你沒有機會 你誰會登陸 就是你懂不懂政府的法規 你懂不懂行政作業 會影響到你的機會 所以我在這邊在想 我就把這個眼光同樣拿來看生態 生態這個議題 就是說你知不知道什麼是生態保育的論述 保育的論述在找的是什麼 你如何呈現你的地方知識 你如何跟保育的人打交道 這其實又是一個資源在分配的機會 這邊資源當然講的是說 是生態觀光的資源 那我們看一下富山淨漁區 它現在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說除了為研究目的 然後研究目的還要經限政府許可 他不能用任何方式採捕任何水產動植物等等 那另外 就五千就這樣 然後他會有尋守 那這邊的複雜是他後來變成 有點是兩個族群之間的一個差異 我好像還不太能說對抗 因為可能沒有那麼明顯 因為阿美族的人數實在是太少了 那我們再看到說文章裡面 他會講得很細 就這個禁魚區怎麼開始的 那這禁魚區其實是原來有一些 富山村的一些少數的居民 他就是去巡邏這個地方 看這個就是 就希望大家適當的使用這個地方 那跟後來台東縣應該說漁業署 要劃定全台灣有幾個地方 作為示範的一個尋守隊啊 什麼的複雲區 所以因為這個地方的尋守隊 原來民間自發尋守隊 非常的積極就選定了 富山這個地方 然後富山這邊的人 也有自己的保育論述 可是我們的作者並沒有講到 沒有講細節說這些人的 怎麼發展出的保育論述 然後他的保育論述的內容是什麼 其實是看不到的 那這一些人後來就跟縣政府 跟台東大學跟中研院 有一些合作計畫 所以他的知名度越來越高 然後他的接觸 他的人脈也越來越可觀 所以他們一步一步的後來就 從巡守隊到禁魚區 就開始就是這少數 即少數的漢人在主導這個事情 那他們的程序 是他們成立了一個保育協會之類的 他們原來成立了正式的尋守 後來變成一個保育協會 那這整個事情是 能說跟富山村並重疊其實是沒有 是少數人的 所以作者說也沒有經過村民大會 也似乎是質疑他的正當性 那我的意思是說 他其實就是一個民間團體 他不需要經過村民大會 我們如果要談這樣 他是不是能夠充分質疑正當性 我覺得不需要 好像批評 可是不是從這個角度可以平得倒 所以這個小的非常地方性的團體 這是作者讓我們看到 實際上他也沒有講出來這裡面 這些人我也不認為普通的人 有這樣子的能力 那主要是說禁魚的論述 為什麼要禁魚 他們會說 就像我們待會兒的影片都會說 這十幾年前這邊的魚很少啊 都是因為我們護魚的關係 現在的魚變得很多啊 這一塊的邊緣魚都變得很多 所以這個意思也就是說 為什麼需要禁魚 因為魚變少了 為什麼需要魚會變少 因為不當的使用海洋資源 什麼叫做不當的海洋 使用海洋資源 是因為毒魚跟電魚 誰在毒魚跟電魚呢 那可能就是這邊附近的阿美族 刺同部落的人 他沒有講刺同部落 他暗示 他暗示說是阿美族 所以魚緣耗存 那魚緣耗水就需要合適的管理 這是說為什麼他們需要做禁魚 那禁魚是在2004到2005年開始的 那很快的刺同部落人就抗議說 這個是我們原來 我們傳統上一向在這個地方 做海濟的這個三天兩夜的這個儀式 我們在訓練年輕一代的人的海洋知識 另外就是當然紀典期間本來就需要去捕撈魚的 所以這是一個紀典的需要 文化傳承的需要 另外還有他說我們平常 我們自己要吃海鮮吃魚的時候 我們就都是從這邊下海的 這邊就是我們原來固定使用的地方 你為什麼要限制我們 這樣影響我們的發展 所以後來就談縣政府就來協調 就把這個整塊從一個安天宮以南以北分成兩區 一區變成這個核心區 一邊變成另外一區變成這永續發展區 那只有在永續利用區 可以在永續利用區容許按掉 那原來就說按掉 那這個其實在縣營會裡面開始有的一個反彈 那後來就說開放按掉 那就是原住民可以來這個地方按掉 當然都要申請什麼的 後來富山村的其他人就說 那為什麼只有原住民可以我們不可以 所以這邊你會發現一個是族群的概念 一個是地方的概念 所以那在富山村會比較複雜 因為他這裡面有很多的漢人 然後有一部分的是阿美族 所以這個議題就 你到底你的管理對象 或者你的開放對象 應該是地方上的人 還是說某一個族群 那他們的限制就是 你可以來補牢 你可以按掉 可是你按掉前你要先來登記 登記之餘 你要先申請登記 你要去按掉 另外你補牢 你多少漁獲你要等下還有個細節很好玩 所以我們這邊看到一些新聞出來說 淨於五年 然後台東富山 這2009年的新聞 台東富山海域活跳跳 那這個東西 這邊講的都是一個比較基本的材料 然後說 漢人原住民雙方協調多年達成協定 只要碰到阿美族的祭典 淨於區可以開放三天 就我們說三天兩夜 但不可以以非法方式捕魚 就不能墊魚跟毒魚 然後就是說 在 然後就是說 美麗的珊瑚礁魚都回來了 阿美族人在祭典魚獵時發現 魚貨量增加 看幾點海洋生機時 文化衝突已在無形中化解 這個人叫陳志和 他就是那個學會很重要的一個人物 然後他說富山已經發展出了海洋生態導覽產業 成為海洋保育示範區 那另外同時 在2009年的時候 加洛蘭這邊 就是稍微再往北邊一點 加洛蘭這邊也開始在討論 要有一個淨於區 同樣也是 他這邊用的 是居民跟原住民 或者說漢人居民跟原住民居民之間 有這樣子的一個衝突的觀點 就是在 我們看到富山的問題 在加洛蘭這邊也出現了 所以這邊的一個 淨於區的一個目標 是在發展 他的發展導向是 海洋生態導覽產業 所以現在 所以我們就看到說 他這跟生態保育 會跟一個產業發展有關 這就是一個生態觀光 所以生態觀光裡面 他創造哪一些工作機會 這些新的工作裡面 如何分工 誰獲得哪一類的工作 他講得最清楚的是一個導覽 那這個產業 他現在說這麼 水產變得很多 那是不是有導覽產業 有沒有到底他帶進來 是不是一個可觀的一個活動 然後如果有了 有的話這些人 這些導覽者是誰 實際上我們是沒有看到什麼資料 只是我認為可能沒有這麼容易 縣政府的漁業科說 開放釣魚是考慮當地的習慣等等 開放時間 這個我們就看到非常細的說明出來 開放的時間 申請按掉一定是非假日 只同意按掉每天 每天只有十個人次 然後柴補量是兩公斤為限 然後還有通報如何 我們這邊看一下富山村的立場 這是從網頁上找的 富山村立場其實就是村長具名的一些畫 所以這就是很制式的一個材料 這邊有多少的人口 多少的面積等等 他說本村匣內的富山鯨魚區經過大家努力 現在一片生機盎然 那這邊因為禁止捕獵而且保育得宜 現在就可以看到人與共無 東莞處的立場 東莞處他的全名叫做 山源海洋生態社區富山富漁區 他說十多年前因為過度捕撈 生態破壞等等也降低他的娛樂價 這邊一直是山源海岸 或者台東大家都會叫做黃金海岸 因為台東沿岸居多 或者石頭很多沿岸很多 沙岸非常少 所以金針跟山源這邊是少有的沙岸 是很容易下海的 所以這一塊海灘一直是公共造產的形勢 當然現在 然後還有BOT 所以鯨魚區剛成立初期 也一度造成漁民的生活不變 可是我覺得很麻煩 就是這些話都很模糊不清楚 我不知道有多少漁民有幾個 有多少人 然後產值以前是多少 現在產值多少 有多少人生計受這個影響 然後當他轉型成為生態導覽產業的時候 是同樣這一批人能夠轉型嗎 還是發生什麼樣的一個落差 然後鯨魚區外 現在的話就鯨魚區外的漁群資源 越來越多漁獲也穩定增加 所以那他現在的機會之後 增加了很多的觀光客 遊客來了 建立了 為當地社區建立觀光人潮 當地社區是誰 應該是富山 開啟當地商機 有什麼樣的商機 我們看 生態解說員 浮潛員 居民跟發起保育海岸資源 永續發展的推廣活動 如慶祖海灘尋寶 假日淨灘 你們去淨灘這要付錢嗎 不用 所以這邊看不太出產值 解說員跟浮潛 這個大概是還有一些產值 我們這邊文章 所以他在這邊講得更清楚 海洋生態當地生態居民 所以他這邊的生態也會發現 是沒有生態知識的 他的生態知識最多可能是科學的生態知識 沒有在地的環境知識 換句話說完全沒有這個觀念 叫他形成美麗的海洋社區營造 Marine Ecological Community 達到最後的目標是永續發展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富裕區的 他的文宣 富裕區講的是說 他在歷史文人文 因為我們想那刺鋒部落 是不是要出現了 歷史文人文這邊 海洋社區注重當地特色 我覺得奇妙就是 我不知道當地特色是甚麼 他說要注重當地特色 可是不知道是甚麼 城鄉環境新風貌形塑 這應該是城鄉局或城鄉處的說法 以文化歷史元素環境空間為主體的生態社區營造 然後智力為保育海洋生態社區 就是你到現在為止我們發現的 生態是沒有人的 生態是沒有人的 所以他有幾張照片 他的做法就是他有分三段介紹這個富裕區 歷史人文就是我們剛剛讀的那一段 歷史人文配的照片是這樣子 所以他每一段有一個主題 有一些文字說明要有一張照片 所以這是歷史人文的照片 這個叫安天宮 然後自然生態配的這張照片 他們在位於地質景觀是另外一張 我覺得我去過小琉球 那我也受不了 就是說 我就把環境看簡單 就是這樣子的 就是生態旅遊 有點可惜 那當然我覺得比較尖銳的一個對比 是安天宮 他漢人在這邊 漢人在這邊 而且漢人人數很多 安天宮對他們可能很重要 可是同樣我們沒有內容 我們沒有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重要 所以 就他列在這邊 只是一種點撞的表現 我們完全沒有 不能體會為什麼重要 我們下個一下 我知道大家都不聽 我沒想到剛剛那個小石 過得這麼快 我讓你加快一點 因為有一些東西 因為我們每一週的主題 慢慢累積下 我就有一些可以相互呼應的部分 所以我希望在前面兩個小時 也有一些可以討論的機會 那這個 他這邊有第二個部分 講的是蘭嶼淨漁區的這個例子 主要就是說 同學有沒有聽過 什麼 飛魚的風味餐 有 在哪裡 哪裡 先問 所以你沒有吃過 你沒有看過那種餐廳 哪裡 你現在說去那個 嘟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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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嘟蘭 然後我聽說在港口 港口有人去兜售飛魚 因為餐廳 餐廳飛魚有些消耗 他們自己 換句話他自己補的不夠用 他們有人賣 好 所以我們發現說 在這樣子的風味餐的包裝之下 還有飛魚卵 飛魚跟飛魚卵 變得價格非常的好 所以就開始 當然你有市場 大家就會努力的生產 那這生產者 其實不是多蘭的人 也不是港口的人 他自己的生產沒有到那個大量 所以他有外地的人來販售 那這個非常重要的是 屏東這邊的漁船 尤其是東港的漁船 那他的量大 他的漁船往往就是頓數也比較大 漁船整個數量也比較多 就引發屏東 飛魚商品化之後 就引發屏東漁船過來競爭 所以這邊我們看到 就是蘭嶼島霧人 他的飛魚 是他的儀式上不可缺的一個部分 跟其他人的 包括阿美族的一個商業用途 他這邊文章主要在講 屏東的漁民跟蘭嶼這邊 因為屏東的收穫量非常客觀 所以還沒有到說 阿美族的消耗量到底有多大 因為我們知道 沿海岸的風衛山蠻盛行的 他這個量跟蘭嶼 會不會形成競爭關係 或者說他對於東港漁船的鼓勵 市場上鼓勵到的有多大 就是其實中間可能是 就是風衛山是在哪裡 是在原住民的地區 還是在屏東這邊 在西部這邊 我們不知道 因為可能間接的阿美族 鼓勵了這個市場 也可能 我們不知道而已 所以縣政府兩邊 縣政府協調這個事情 那我自己 我先提幾個概念 這兩個是材料 一個材料就是 後來他的海洋的認定 海洋是什麼 是這個領域 是說三海里跟十海里的一個區隔 所以在十海里以外的是 就是十頓的漁船 對不起 我講錯了 三海里 我應該說三海里之內的是 無動力漁船 就是他的漁船 就是讓蘭嶼人維持使用平板舟 那十頓 我講錯 這應該三海里之外的是 十頓的漁船 十頓的漁船 只能停留在三海里之外 那因為蘭嶼自己的船 不太容易會到十頓 十頓的大概都是外來的漁船 所以這邊我自己覺得有幾個有趣 因為我以前念過別的書 是跟海洋管理有關的 所以這邊一個有趣非常有 這跟土地管理非常不一樣 大家可以嘗試想想 漁是不是公有財 因為漁會游來游去 這是在海洋管理上 尤其是回游魚類最辛苦的 那個鮪魚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太平洋國家 我們說太平洋的鮪魚 他們這些國家有八個鮪魚的 游、回游的範圍 經過八個島嶼國家 他們怎麼管理 你一個國家 比方跟台灣漁船談 那個入漁費 licensing fee 那這魚 游到另外一個國家 這個商人也說 他傳說他很倒楣 今天說我很差 明年可不可以降他的授權費 所以魚是不是公共財 另外一個就是魚 作為財產的特殊性質 他是流動的 他在海裡面流動 那海洋作為領域 是什麼意思 縣政府說三海裡 就是三海裡 我們當然知道 國家有領海的概念 縣政府有沒有領域的概念 湘工水有沒有領域的概念 然後這邊我們看不到 蘭嶼的原住民 他的傳統領域裡面 這個海洋的界定是什麼 海洋是不是他傳統海域的一部分 怎麼看三海裡還是什麼 還是 就是怎麼 這個東西是怎麼劃分的 我們再知道他六個部落 六個部落的 彼此的區隔是很清楚的 哪一片是誰應該幹什麼分得很清楚 所以我們發現其實沒有考慮到海洋的資質 跟海有關的財產觀念 跟海裡面的生物 這種對大家有幫助大家想要的資源 這些資源的觀念 這些物的觀念 跟在土地上 地上可能非常不相同 這個在台灣漢人的研究裡面 不能說台灣漢人 綠島的漢人研究 而龜山島的漢人裡面 很多年前有一個很精彩的研究 我可以拿來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到底有多大的不同 因為魚是游來游去的 海洋生物多半是跑來跑去的 然後你下往去的時候 你同樣 你每天在那邊下往會出來 都不一定一樣 這個不可預測的性質更高一點 然後跟農耕的經驗很不同 農耕說我今天種下去 他明天怎麼樣 七天後小苗出來一點點 有了大雨他會怎麼樣 有了風會怎麼樣 然後一個月後可能可以收成 就是他跟你的勞動的關係 非常密切 那捕魚似乎是一個非常不同的 一種勞動經驗 所以捕魚的人 捕魚的分法 你們有沒有看到 人家漁獲來怎麼分 他就比方六人出海 他就分成六堆 或者遊網的人 或者那船的船主 他稍微有加一份 其他所有的出勞動力的人 通通是一份 我在屏東沿海看的 有一個定制魚網 他拿起來 除了拿起來 他們分那些魚 都還是這樣 一堆一堆的分 大小貴重跟普通的魚 他會很清楚的盡量公平 所以捕魚的魚人 一般來講 一般的觀察是說 他非常重視個人的表現 個人的參與 個人的貢獻 所以捕魚作為一種勞動形式 他要怎麼樣規範會比較好 另外一個捕魚的方式 是不是非常重要的 他的這個禁魚區 為什麼要在三海裡之內 他特別要限定 無動力的船法 這個意義是什麼 大家可不可以想想 不管你讀了文章沒有 你覺得為什麼需要限定 無動力的船法 所以他不要有大規模的商業型 因為同樣就是 因為如貨量比較少 所以他不會變成商業 他不會 不可能是一種商業型 因為他量很少 就是大家用意要交換一下 自己自主 或者是分享 因為儀式交換非常重 還有什麼別的沒有 所以他這樣不管是以物易物 或者我們說交換 就是領儀上的交換 或者說加護的享用 他不是一個商業的目的 所以他這樣的量就夠了 他同樣也藉著這個方式 就排除商業性的捕魚 他這樣 所以誰會願意這樣 所以你如果為了商業利益 你把飛魚當作一個商品 就不會來 因為沒有利潤 你那樣用傳統的這個傳法 拼盤之後就太辛苦了 那另外有沒有 你覺得有沒有什麼可能 其他意義 一個就是排除商業捕魚 他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可能 競爭 競爭 他是不利競爭 他是不利競爭 為什麼 漁獲量的關係 還是其他安全問題 都可能 對啊 就是可能是那個 如果是傳統的 是有傳統的 是有傳統的 然後他會不會把 就是壓制到 那邊的傳統的傳統 是有傳統的傳統的 藍宇仁有沒有動力傳法 當然有啊 他有動力傳法 他有動力傳法 所以說 藍宇仁覺得這個條文下來 他們也很累啊 他們別人要去划船啊 他原來是不斷 他其實相當比例 已經是動力傳法了 所以各位可不可以想 如果現實上 是有動力傳法的 為什麼他要用三里內 不能用動力傳法 一個是說排除商業化 可是藍宇仁自己原來已經有了 你這個觀念就更近了 因為如果只是馬達的 那他原來就有 可是他現在講的是 2月到7月飛機 有才有這個限制 所以藍宇仁原來的動力傳法 還是可以用 只是不要在這個時候 就一年一半的時間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可能 根本我們想說比較是一個功能上的 好 那我現在 我在想 這個文章並沒有要談 這個文章討論 其實就是有一些 我覺得還可以再發展 我在想說 有一個可能就是說 你去禁止的正當性是什麼 我就是說我要保護 我的地方上的居民 我不要以外來人競爭 所以我不要以來商業捕魚 好 那這個縣跟縣之間就可以說 那你也不要來我這邊做什麼 就是變成是一個 如果完全是一個 他的原則是一個商業競爭的話 這個東西不會有問題 那你說你在台北 就像說北北基外地學生來念書的考試 會有這種衝突 誰可以來誰不可以來 會有這種衝突 所以他這樣子強調 我認為我在猜測 他強調無動力傳法 除了他可以完全排除商業考慮之外 可是他其實不能反應藍與人的現實 因為他們自己有種動力傳法 可是他有一個好處 他可以回到 他可以運用傳統論述 因為無動力傳法是我們的傳統文化 我們原來有很特別的拼板州 所以他是把他從一個商業的考慮 就是可能有了一個避免競爭的一個考慮 變成一個遵從文化的一個論述 就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拼板州就是無動力傳法信用大家嘛 他背後可以有這樣子的一個意思 那不知道他當初的 那後來藍與人 藍與人後來不再談這個事情了 就說這個法 剛剛說我們看到那些條件是有的 那可是藍與人就不再講 那有幾件 包括有一個藍與人覺得說 我們爭取來一個禁儀區 結果對我們也很不方便 然後我們的動力傳法 在這幾個月我們不能下海 不能在山海裡之內 這到底什麼意思 所以後來他的文章裡 又有一段引言 就是說我們碰到藍與人的時候 我們這個自己 意思是說我們就大家知道 我們自己執行上的時候 如果你這個動力傳法是藍與人 我們就大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如果是外地人 我們就執行的比較嚴格一點 有一點這個意味 所以意思是說 你不要把這事情再鬧大 就是我們私下怎麼做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有一點這個意思 另外一個就是說 藍與人在帶出這個議題之後 實際上沒有得到外界保育團體 就像剛剛說 這樣我們不會大量的捕撈嘛 所以或者說 一年有一半的時間不用斷動力與漁船 其實對整體的環境污染是比較能夠 能夠限制他的程度 所以可是沒有得到外界保育團體的聲援 所以這個作者在這邊就要談 就是他這篇文 他其實讓我們意識到說 保育論述不是一套論述 他可能有不同的論述 然後這一套不管是在富山 還是在藍與適用的適用 或者沒有出席 缺席的保育論述是誰主導的 其實隱隱約後面有個意思 是說我多少都熟悉 保育論述有一個階級的面向 所以是哪一個階級的發展出 這個保育的概念 保育的行動 然後在這個保育論述之下 受到約束的人又是誰 所以如果說我們從生態保育的角度來看 刺同阿美族的保育論述是什麼 藍與打勿人的保育論述是什麼 除了保育論述我們說他的 當然就是說 尤其是發展生態觀光的話 就是說他的生態知識是什麼 剛剛關於那兩個例子 富山或者是藍與有沒有人有什麼無衷意見 那我就介紹另外富君先生的兩篇文章 那要講的他其實1996或1997 其實山海那篇文章 那篇文章是一個他的論述 他的思辨是非常非常的緊密的 所以他一談的時候都會談非常 看這個課題非常的大 然後他的討論非常的仔細 然後最後聚焦得非常清楚 所以基本上就 不過這邊很有趣 這邊講的山林保育 原住民好像有一個印象 就是大家覺得他是一個保育的 他的文化就讓他有這樣一個保育的效應 這跟我們剛剛講的 富山的那個情況非常的不一樣 所以我也在想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所以原住民就是好像一般會講 原住民跟自然的關係非常密切 那他是保護者還是破壞者 那我們前面在富山說 十幾年前魚人枯竭 他好像按時說這是原住民的要負責的 那我們在狩獵相關的會發現他有一些論述 其實也是有這兩個角色 那有一些保育人士會認為原住民的文化 讓他成為一種天生的保育者 所以這個作者要談的就是說 他認為我們不能光是只是這麼浪漫的 認為原住民非常的 他幾世代多少世代以來 這個環境到近年才發生情緒的變化 之前世世代代都可以維持這樣子的一個狩獵行為 那是不是表示說他的文化可以支持幫他節制他的受業行為 那 可是這樣子的保育學者 有一些保育學者 比方就是平科大佩佳琪有這麼幾位 他們非常正面的看待原住民的生態 我應該說生態行為不見得是生態之事 他們先是從這個果就是說 他世世代代都可以維持這樣一個狩獵行為 表示說他的狩獵行為是正確的 所以沒有說讓這個地方的野生動物 就不見了 沒了 死絕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 他才希望來檢查說原住民族的生態知識是什麼 但是這種論述 是不是限於山林 限於跟受業相關的 至於農耕就不會有這樣的討論 我們就是說石門水部集水區 關老師他們那個討論 或者我們現在可以聽到高冷蔬菜 高山水果這些 好像都覺得他對環境是一個威脅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差別 這個在一般印象裡面有這個差別 那在保育學者的研究裡面 他的印象裡面也有這樣的一個差別 那傅君先生的文章也有一個很重要的 所以他會說實際上原住民的狩獵行為 可以世世代代延續了非常多的代 不見得表示他有保育的文化 他的文化裡面已經 已經蘊含了保育的這個概念 而是說因為很多條件 使他的狩獵行為 最後仍然可以維持一個環境的平衡 維持到野生物的一個繁衍的 能夠達到這樣的一個平衡 所以他要強調說 原住民的生態知識本身 他的狩獵行為在維持的是講求的是效率 他的目的 他狩獵的目的並不在保育 所以他的文章的討論非常的細緻 同樣的他也考慮到 可能是公共工程 可能是其他的原因造成七體破壞 就是這些保育學者 不管是過於的浪漫 都有一個簡化的問題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議題 這個大的議題必須要有一個適當的推論 才能夠清楚的說出來 原住民的狩獵行為跟環境 野生物的數量之間的關係 到底是什麼 而不只是看到他的狩獵可以維持很多年 就是這樣 或者說 野生物的數量在減少 因為全台灣只有原住民在狩獵 所以原住民要負責 就有這樣子的一個很簡單的一個結論 所以他就做很細緻的分析 另外一個他另外一篇文章 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我覺得這文章我不知道要幹嘛 就是很瑣碎很細碎 然後不細句話 覺得沒有什麼主要的概念不精彩 我在看的時候就明白 就比較明白他這個文章的一個目的 我看我有沒有做這個文章 他這個主要他就要講的是說 為什麼原住民族的狩獵應該被尊重 這個尊重的意思是說 他應該在野生動物保護法什麼這些的考慮之下 應該要放寬 應該要適用原期法第21條這一些 因為原住民的狩獵是他社會文化的議題 這也就是他在山海那篇文章裡面講的 他說跳得太快 過於浪漫 原住民的狩獵具有的保育意義 實際上我們不知道 所以他這篇文章 等於再補充他的一篇文章 所以我們來認識一下 原住民的狩獵到底是什麼意思 他們怎麼打獵的 他們打獵對他有多重要 他為什麼非打獵不可 他為什麼最好打獵 不打獵對他是非常大的一個 一種剝奪 一個削弱 因為他就狩獵在 對於原住民社會的一個意義 那我們就簡單的說 狩獵是許多原住民社會文化的一環 他是一體的 狩獵跟他的文化是不能分開的 那我們說雖然現在他跟了幾個獵人去 他叫做更獵 更了好幾次 有非常細緻的描寫 然後有些綜合的討論 簡單的說現在所獵人非常的少 現在我們看到的獵人 他也都是兼職的獵人 所以他在我們社會的經濟端是下面的 是在中下的 因為他必須要靠 他不可能當專職獵人 因為他不可能靠這個維生 換句話說 狩獵活動不是為了賺錢用的 因為你不可能靠這個謀生的 那為什麼還要打獵 打獵為什麼對這些人有這個重要性 因為他熟悉獵場獵境公寮 這是空間的觀念 動物活動的時間跟地點 那動物需要有食物 他要熟悉食物的生 植物的生長周期 比方筍出來了 他就知道山豬會走這個附近 所以什麼季節筍出來了 他就在筍附近找山豬 等候山豬等等 還有地形地貌 狩獵是一個對於地形地貌的知識 也是身體的覺知 你們可能聽過 小說裡面也會描述到這種段落 有一些獵人故事 就是說晚上你在山裡面 你怎麼知道 你是不是要掉到懸崖了 就是說你會感覺到風從下面上面 你就知道你離峭壁近 就有一些類似像 非常寫 所以他講得很重要 是身體的覺知 換句話說 這不是獨來的知識 不是口耳相傳的知識而已 你的身體已經被教化 教養 有這樣的一個能力去辨別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環境 所以他要講的是非常細微 非常深刻的一種知識 所以你如果要剝奪掉這個東西的話 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然後之前所流傳過的故事 他自己的一個記憶 他的記憶可能是身體的記憶 還有叫做祭祀 他的祭祀是他跟自然界跟動物神 跟動物神跟的地方 比方他講用的是東排灣的資料 跟頭目家的祖靈的一個交換關係 他感謝他們給他的這些獵物等等 我要念一段給大家 他在我念這段 他在23到24頁這邊 我用一點時間 獵人在山上有這樣固定的獵寮 在獵鏡上獵人有固定休息整備的地點 我還有學過這個排灣詞 因為我覺得那真的有意思 在獵場中有一些固定的地點 在樹枝上掛著的 在草叢間用石頭或枯木壓著的塑膠袋 寶特瓶甚至瘦夾等等 都是獵人刻意留置 準備下次用得上的物品 獵人走熟悉的路徑 到熟悉的獵場 在獵鏡上行走時 順便維護獵鏡 這些都是獵人在行獵時 為了能拿到東西 就是為了能夠狩獵到某一些東西 而做的各種準備 我們有時候會看到說 好像你以為那邊丟的是垃圾 不是 那是布紙下一次要用的 而熟悉的獵場 經常走動維持的獵鏡 公寮休息整備存放備物的定點 對於獵區中地形地貌的覺知 在獵鏡上行走時的各種身體知覺 以及對於前輩獵人所流傳的故事 和其身在獵場中所經驗過的事物的記憶 乃至於在獵場中為獵人所供奉的所有的神靈 也是獵場之所以成為獵場的點點滴滴 所謂的獵場 是獵人經常性的狩獵活動的結果 如果沒有獵人經常在山區活動 獵性很快就會被荒草樹木所掩蓋 而獵場也很快地會恢復成為山林 那所以山林什麼是山林什麼是獵場 山林跟獵場獵集的一個區分 其實就是有沒有人在用它 你在用它你走動它 你這個知識跟記憶跟那個地貌會受到影響 那個就成為它的一部分 所以它的每一次的打獵也是在創造那個地貌 所以它如果不再去走這條路 就像它講的說從以前老一輩的專業的獵人 很多人或很多人上山去工作 它就看到動物它就會去打獵 它會有一些這樣子的很多這樣活動的機會很多 跟現在這些獵人怎樣靠農工 或外面打林工謀生然後偶爾去打獵 這種情況非常的不一樣 所以當打獵的機會越來越少的時候 對於這個地形地貌的認識是越來越少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它的環境知識裡面 山林的部分會退縮 就變成說農耕的地方或者市區裡面 這個變成一個主要的活動範圍 那去山上打獵也不只是打獵 它也是一種環境的知識的展驗或者是建立 然後也是動植物的知識的一個維持 那所以這個作者 所以他的 他最後他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因為了解原住民的狩獵 在他的生活中是這樣子的一種 很多角度的一個重要性 而尊重而接納 而不是因為他僅僅具有保育的功能 有沒有保育的功能很可能有 可是那個不是他要證明的 那而他要講的是說 這個狩獵在 狩獵在原住民生活中的一個重要性 如果你剝奪這個東西的話 他的生活會限縮非常的多 所以如果你尊重有一群人 他是有狩獵在他生活中的這樣重要 那是不是應該 這個法律應該有不同的考慮 所以他這邊是在 我們跟山海那篇文章有一個對話 山海那篇文章講的 就是有一些保育學者會認為原住民的文化 使得他是一個天生的保育者 所以我們應該讓原住民的狩獵文化 可以引導一部分的參與這個保育的行動 那這個是從功能上來講 因為原住民的活動有保育的意義 所以我們應該維持原住民的狩獵活動 他不影響 這是一個從因果的考慮來說 所以我們可以支持原住民的狩獵活動 那傅君老師的企圖他是從文化權的角度來說 他說因為狩獵對於許多人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應該尊重 那就是跟一些保育學者從保育的功能 原住民的狩獵行為跟有其實是不妨礙保育 從這個角度來看是一個不同的推論過程 那這就是傅君他想要讓多數人明白 深刻的同學為什麼要補充呢 因為其實角度很多 我們這傅君的兩邊文章應該說 他的第二名就是一個角度很清楚 其實是一個狩獵在原住民族 某一些原住民文化中的一個重要性 這是一個 另外他前面那一邊文是一個比較全面的在檢查 說這種論述到底是不是一個充分 是不是一個主義支持 所以他這片文跟那邊有對話 可是不是唯一的 甚至於不是一個主要的論述 有沒有其他有生命科學背景的 有什麼 我要介紹的是這是不同的論述的方式 不是說哪一個是對的 那如果是因果關係的話是可以檢查的 就說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保育的效果 這是一個因果關係 你這樣的狩獵行為 是不是達到某一種保育效果 或者沒有保育的副作用 這是可以用一個嚴密設計的研究來檢查的 來證明支持或否定的 可是如果像富君的這種情況 他是從文化權來說的 這是一個信念 這是一種價值 這無法證明 你同意就同意 不同意就不同意 他不是你短一段 看完一篇文章 你就會接受我不接受 他是需要一個長期的討論 你才能夠理解說 文化權的重要性是誰 那我想 好 那這是我介紹到這一邊 那今天時間用得太清楚 被男人的文章我就不介紹 是在這裡 港口部落男性年齡組織各階級 在前任頭目的帶領下 共同在位於部落海域的海技場 共同向海神 修古鸾西河神 以及祖林祭拜 祈求賜福族人 到海邊出海捕魚 潛水採食到修古鸾西 抓不到的時候一切平安 豐收 並且迎唱傳統祭歌 而各階級也一一上祭壇 滅海談酒祈福 黃林縣政府今年特別重新訂正 早在民国89年就公告 海岸线岩辽 丰冰 以及实地坪等六个渔业资源保护区 沿地巢线200公尺内 都禁止捕捉酒孔和龙虾 但因为因为人力不足 没有严格取缔 今年更修正了GPS卫星定位后 重新公告 将和海巡 岸巡人员合作 加强弃查 而下毒捕捞水产的罚则将会更重 依法可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居易或病科十五万元以下罚金 对于这样的公告 部落族人认为 会严重影响部落的自然生活 以及经济来源且不合理 部落里面现在也是很反对的一个条件 就是说如果说真的不能吃龙虾 或者说以后这个龙虾 那谁要去抓 或是要怎么样的一个时间性去抓 那应该政府应该是用这样的方法 去做一个跟部落 或是跟当地的人去讲 不能马上说禁止抓龙虾 这样的条件 这个是很不合理的 石地平海域是港口部落的传统领海 从过去到现在 生活及传统记忆都在这里自然地进行着 花莲县政府在未与部落 充分告知沟通下 进行公告进补 有为部落的传统生活文化 族人虽在这一次的记忆中做讨论 但因为是周日 未能够取得花莲县府的说法 富山渔业资源保护区位于台东县北南乡富山村 原本是山源海水浴场延伸海岸 在94年9月4号正式公告 沿岸500公尺为富山渔业资源保护区 因为当地居民有感近年资源遭到破坏严重 于是发起了保育进步活动 经过多年的努力 获得台东县政府同意 开启了保育之种 富山渔业资源保护区 近年来经过媒体的大幅报导 每逢假日总是吸引大量游客 带着面包来体验海边位于 及享受潮尖带生态之旅 现在已经成为东部地区观光重镇 为了推展海洋观念 降低民众违规及海洋富裕工作 本局积极与台东县政府保育团体合作 以主动出集贴心用心的观念 设立假日服务据典 让民众深刻体会本属服务热忱 及维护海洋资源的决心 除了有效提升单位形象 也营造机关合作的风范 共同守护美丽东台湾 你们派人员来这里住房 我们很感谢 也成小也很显著说等等 因为大家有看到有存在这边 他们的一些动作 一些小动作就很熟练 像以前之前还没派人员过来的时候 还有抠钓鱼的 鱼线就藏在口袋 那些小动作都还有 不然就拿石头在鱼 然后现在有派人员在那边 像是有一些人会剪食贝壳 到我们的小座那边 我们设计的临时小座那边 就会坐拳道 就把它拿回去帮好这样子 所以说也是有成效啦 真的 阿美族风年纪已经陆续在各部落举行 但是台东北南乡富山村 刺同部落的阿美族人 因为部落紧邻富山禁渔区 海际捕鱼范围以及捕鱼的时间 都受到限制 在自己传统海域上进行祭典文化 却受到种种的限制 族人不满文化不被尊重 每年都要办这个风年纪的时候 就是要与他们那个 要申请一些有的没的 要协调的话 我们要怎么做的话 他们也有时候也不能接受 到哪里 起点起点开放嘛 为什么要兴斥这个时间呢 你不能不对啊这样 以前那里兴斥啊 对不对 你这样不对啊 我们抓什么 我们吃什么 我吃石斗 申请海际人数逐年增加 富裕近十年的富山禁渔区 分为进捕的核心区 与现实财捕的永续区 但是保育人士在椒盐区 插上旗帜来区分 提醒族人不要越界来捕鱼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 保育起来已经有成果了 鱼群争多了 所以大家去争的部分 就是要去打那些鱼 我可以说 所有的鱼岸 全台湾 可以打鱼打那么多 只有这里而已 但是这样的举动 让族人感到气愤 不能认同 甚至认为 保育区根本没有 做好保育的工作 在 Nasdaq gut Imai Pui Roo Pui Maey Prueуй Kam e huPercarica Kam e Khim Kam e huahmi shai k ma Sinai k ma 族人无法理解强调传统的捕鱼方式 根本不会破坏海洋鱼类 认为政府根本是本末导致 该规范的不该是长久以来 跟海洋共生共存的当地居民 次东部落族人表示 海基会在海滩搭帐篷 只是向祖林祭拜 祈求庇佑补鱼顺利 隆重的祭典却连连上演保育人士的监督 跟政府法令的限制 有些议员表示 将会在议会执询县府 要求县府想办法解套